接著到第七條題目 這些比較簡單 X叫做40i加bj 如果X的Vector長度叫58 叫你找個b出來的 其實沒什麼難度 一個Vector的長度 就會是將這兩個數字的位置 二次二次加起來的開方 所以就是40個二次 再加我們B二次的開方 這個就是X Vector的長度 它就叫做58 我們就全息二次了 B二次就等於58個二次 減40個二次 這個你肯按機就算是1764 到最後的時間 你的B就開方了 不過留意是有正負開方 長度就不會有負數 但B某程度上你可以當它做坐標 如果是坐標的話 其實是有正有負 所以到最後的時間 它就是42 我會畫我們那個叫做-42 這樣就結束了